后诊大厅挤满人 仔细一看最多就是老人 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 失智症的人口逐年增加 但亲闻脑中风的症状跟失智症很像 很容易误判导致言误究疑 那他发生中风的位置 刚好是在我们视觉中枢 那我们左侧的视觉中枢 主要是管右侧的影响 所以就造成他会有右侧视觉障碍 视野缺损的情况 这位75岁的女士 误以为自己得到失智症 医师首先检查视力 眼压视网膜一切都正常 进一步做脑部断层扫描 才确诊左侧后诊验脑中风 医师表示眼睛半侧视野缺损 排除眼睛本身的问题后 最常见的原因 有脑中风占了60%到80% 外伤跟肿瘤分别占了10%到15% 第一次的中风 那表示他有一些危险的因子 包括像动脉硬化 高血压等这些危险的因子 可以用复健来帮助他 让他减少一些危险性的发生 医师提醒家中长辈出现失忆 或是记忆力不好的症状 不一定都是失智 有些可能是听觉或视觉障碍 一定要就医检查 避免延误治疗 杨广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